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雄观影,我是阿九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高分美剧《一番追踪》第四季的第十四季 跟妹离开团队后,很多天都没有消息 李翟两人在清理上次治安混乱中错过的号码 除了三个失踪人口之外,其他的不是死了,就是被抓了 骗在这时,翟总还以教授的身份被选入了陪审团 李四说他可以找豆豆帮忙调查 但翟总认为,之前的几次行动他们几乎全都报布了 还损失了肖,翟总不同意再找其他帮手,包括豆豆在内 李四没有反对,反正他俩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必死的信念 第二天一早,翟总就赶到了法庭 但他心里想的是如何避免成为陪审员 毕竟他的身份不适合抛头露面 旁边一个叫爱马的女士跟他打招呼 由于当了41年的高中老师,他对同为教师的翟总很是亲切 不久后进入了选员环节 一些言语偏激,讨厌警察的候选人都被淘汰 翟总更不惜手段的自曝 说有台机器正在控制政府,并试图统治世界 法官一听这就是忘吃药了 直接打到了戴定席 谁知相比起科幻狂人 法官更讨厌不关手机的家伙 一个西装哥因为手机零响直接被丢出法庭 翟总被迫顶替他的位置 正式成为12名陪审员之一 李斯到爱丽丝那里进行最后阶段的心理治疗 之后爱丽丝会为他出具心理正常的报告 撤销内务部的审查 他很想跟爱丽丝倾诉一下失去挚友的痛苦 但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爱丽丝知道李斯身份神秘 但这没能挡住他们互相产生好感 豆豆在李斯桌上看到失踪人口资料 问他是不是PUI在跟的案子 李斯按照之前和翟总谈好的 不牵扯其他人 于是打了个马虎眼不让豆豆干涉此案 此时旁边的电话突然响了 一个新的号码跳了出来 翟总这边的庭审很快开始了 这是一起谋杀案 死者卡伯林是知名电信公司的CEO 公司刚刚研发成功了5K基础 如果成功面试即将改变生活 如此一个卓有贡献的人 却被他的丈夫查德在家中枪杀 查德是个失败的商人 他不但妒忌卡伯林的成就 还贪玩的想占有他的遗产 公司人在庭上指出查德杀人的种种证据 案子似乎板上钉钉 然而这时李斯突然赶过来通知翟总 新号码现在就坐在他的身边 就是与他同为陪审员的爱马 庭审之后 林宅开始调查爱马 他那天跟翟总所说的都是事情 一个教了40年英语的老师 被公立学校裁员 退休生活枯燥且抑郁 但奇怪的是 他却对卡伯林被杀的案子很痴迷 家里有很多案件简报 李斯猜测 他可能对被告人查德 有着某种偏激的憎恨 说不定会在审理期间对他下手 这时豆豆打来电话说 他已经开始帮李斯调查 那三个失踪者了 李斯看着桌上消留下的照片 再次拒绝了豆豆的帮忙 第二次庭审 空方传召了卡伯林的副手 运营总监菲利普 他指出 卡伯林和查德的夫妻关系很差 此前两周他就在考虑离婚 这件事新出任的CEO也能证明 查德的辩护律师指出 这份卡伯林的人不在少数 他的下属中 有15%都因患病离职 很显然 他给的工作强度不堪忍受 或许真凶就在那些人中 庭审的争论结束后 陪审团又陷入激烈讨论 不过李宅担心的是 艾玛打算什么时候下手 李斯查到 他连购买枪支的记录都没有 总不可能会赤手空拳去杀人 不过宅总发现 他还有一部一次性手机 人也一直很紧张 宅总复制了手机 发现艾玛接到一条短信 内容是 你无从选择 必须按照我的命令行事 艾玛回复说自己办不到 刚说完 一个陪审团的妹子就突发了过敏性休克 有人在他的三明治里 夹了让他过敏的鸡蛋 似乎想以此威胁艾玛 宅总这才明白 艾玛不是加害者 而是被人胁迫的 有人想操控他来控制这场庭审结果 就在这时 李斯在法院碰到一个老厨人 摩根女士来帮他的客户处理一桩色情丑闻 摩根对李斯向来是有盲必帮 但李斯刚刚决定不请外援 摩根指着一个陪审团的老大爷 问他会不会和前面的大波旺投一样的票 李斯说 这两人一看就三观不合 肯定不是一路人 摩根告诉他 大爷手里拿的瓶子跟大波旺是同一款 他喝水的时候 他也跟着喝 这是一种镜面反射行为 反映出一种心理崇拜 势必跟从他的行为 李斯不得不承认 摩根在这方面比他老道得多 接着摩根以极快的速度 查清了大多数陪审员的底线 包括他们的黑幕 并未发现异常 一般情况下 想要操纵庭审的 都是有罪的被告人 查德是最可疑的 翟总调查了他的账户 却找不到他收买了哪个钱个 看来对方是个厉害的角色 他会挑选爱马做目标 就是看中他平易近人的性格 如果他说查德无罪 多半会引起共鸣 所以翟总要做的就是不顾痕迹的 与爱马唱反调 为此 摩根对翟总进行了集中培训 改掉他文雅的沟通习惯 毫无攻击力和科学至上的说话方式 要的是力度 愤怒和异口咬定 直到把他逼得拍案而起 收拾收拾就可以上台了 晚上在两人单独相处时 摩根又提到了一个 有暗示性的活动建议 但这次 李斯没有回应 摩根意识到 他应该对某人动心吧 但他非常了解李斯 他们是同一位人 无法对人敞开心扉 所有的关系都不会长久 摩根的话虽然扎心 但却是事实 李斯可以跟爱丽丝聊他的童年 和他的父亲 但对工作却一个字也不能提 保密和隐私 已经是他的生活方式了 最后一次庭审结束后 进入了休议期 爱马靠着亲民的气质 击败大伯旺 成为了陪审团团长 这显然在控制者的计划中 爱马宣布讨论开始 翟总立刻跳了出来 把昨天精心准备的台词 背了一遍 万万没想到 爱马竟然立刻就回应了 他的主张也是查德有罪 原来 他们一开始就搞反了 威胁爱马的人并不是查德 而是一个想把查德入罪的人 而急于把被告定罪的人 只会有一个 那就是真正的凶手 这下场面尴尬了 如果全票通过有罪 查德就成为冤大头 而凶手就得逞了 李斯和摩根通知翟总 他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拖 拖到他们找到真凶为止 翟总不得不亲自打脸 在投票时否定自己刚刚说过的话 被所有人都当成神经病 就这么一直拖到晚上 翟总的仇恨挖了一火车 团员们几乎要吵起来 爱马只好宣布暂停 隔日再重新投票 在此期间 李斯利用翟总的黑科技 黑进了电信公司的服务器 发现了一封卡伯林删掉的电邮 由于内容太高深 只能等翟总来翻译 邮件是卡伯林的一份报告 指出5K技术需要的电量超出指标 他的基站辐射巨大 相当于把人放进微波炉 这也就解释 为什么他的员工频繁生病 正是受了辐射影响 卡伯林是个有原则的人 要求立刻停止5K项目 但这会给公司带来数以亿计的损失 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 所以应该就是他们中的某人 想要杀死卡伯林 掩盖这事的 其中最值得怀疑的 就是新任CEO 就在这时 网上爆出了一段视频 内容正是卡伯林与查德当街争执 印在家中查德的嫌疑 他们推测 这应该是前客干的 一方面用视频误导陪审团 一方面促使法庭 没收陪审员的电子设备 中断他们与翟总的联络 不久后 法警没收了大家的手机 不过这难不倒李斯 他用瞄准器在翟总房间的墙上 打出摩斯密码 依次来与他沟通 艾玛回到房间 在床上发现陪审员的照片 翟总的照片旁写上了威胁性语言 依次来逼迫艾玛解决翟总这个麻烦 艾玛根本做不到 为了不牺牲无辜 他打算跳楼自杀 一了百了 李斯联盟通知翟总去阳台 翟总劝说艾玛坚持 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他的同伴正在寻找真凶 艾玛相信翟总放弃了自杀 而摩根也有了新线索 三天前有人利用电信公司的行贿金 在法院对面组了一层楼 想必就是为了这次的计划 李斯立刻赶往那里 艾玛镇定下来之后 对翟总说 在开庭前一天 有人把案件资料放在了他门口 附带一部手机 温胁他来诱导陪审团 判查德有罪 艾玛一开始不相信 但他的邻居家随即被枪击 差点打中了小女儿 艾玛害怕连为别人 不得不同意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软弱的人 他那么热爱教书 被人抢走了工作 却不敢反抗 凶手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 就在这时 翟总的房间电力中断 李斯在摩根所说的那层楼 发现了钱克留下的东西 全是案子和陪审团的资料 但却只有11个陪审员 李斯马上意识到 钱克自己就是第12个人 他一直就在陪审团中间 而这时 钱克趁黑进入房间 想直接把翟总和艾玛干掉 幸亏李斯及时赶歪 在打斗中 钱克差点摔下楼 但李斯却将他挖了上外 他现在可是民警察 把人送到法庭才算合格 第二天 陪审团一致通过查德罪名不成立 下庭之后 公司的运营总监菲利普 立刻安排买了张机票 摩根挽住了他 问他是不是打算逃到一个没有引渡条约的地方 新任CEO并不是卡洛林最亲近的人 不知道他想要终止项目 而作为副手的菲利普却知道 并且他还买过一把手枪 他才是杀害卡洛林的真雄 说完 豆豆就当场逮捕了菲利普 案子结束 摩根仍然苦苦地说个句不客气 豆豆对李斯说 别以为他不知道 他俩想把自己甩了 怕他会像萧一样 但他们无法决定自己为谁牺牲 简单来说就是 哥就是要给POI打工 谁也挽不住 艾玛感谢翟总的帮助 他觉得以前的自己太逊了 他打算宠操就业 相信总有学校会接纳自己 翟总很欣慰地说 学生们需要他这样的老师 豆豆的态度影响了李斯 他对爱丽斯说 尽管自己一直害怕失去 但失去的终会失去 无可避免 爱丽斯很认同 爱情与失去一样 都无法避免 哥妹依然没有消息 但三个失踪者 却又有一些线索 他们都和伊利亚有关 或许是多米尼克杀了他们 翟总问他 怎么又把豆豆挖了进来 李斯说 这家伙就像真军 甩也甩不掉 他们不能招新人 但也不能孤军奋战吧 翟总说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找了你啊 以上就是《一犯追踪》 第四季第十四季 剧情像是十二怒汉的改版 很有意思 根据结尾的暗示 伊老师和多米尼克之战 已经安排上了 希望不会等太久 想看的小伙伴 继续关注更新吧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